这个对欧洲人是很有经验的 因为欧洲以前大仗都这么打的 那因为南北韩是一种狭长型的 所以从中一化 你的部队撤回去 我的部队撤回来 那目前来看的话 他们乌东乌西也可以啊 交换啊 比较远的城市我还给你 我这边比较近的城市 你就还给我 是有这种情景会发生的 还是找得出那条线就对 不一定要很明显 就地停火不一定要很明显 就地停火好了以后 那军队就互相撤稍远了一点 那以不发生打架为原则 所以会画的各种奇奇怪怪的 飞进士去嘛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也是我个人判断是目前 唯一可行的办法 比如举个例子 你要乌克兰的泽兰斯基去签一个说 我放弃乌东 我放弃这个克里米亚领土 他回去又被砍头 你是觉得泽兰斯基不可能签这样子 他怎么敢 城下之盟 对 因为你现在乌克兰还没有完所有的军力 还没有完全被消灭 所以这些人一定找你算账 他们不是有一个把一个谈判代表 当叛徒给枪毙了吗 所以会动情形 那你就 就普丁来讲 我好不能占了这些城市 花了多大耐心 被你们大家骂的臭头 又制裁又那个的 那我的条件你解除制裁啊 对不对 那我让哪些步啊 那你说要把克里米亚让出去可能不可能 不可能 你要把乌东现在他已经占了几个比如说顿巴斯地区 要让步 有没有可能 不可能嘛 对 他让了以后他这个总统还要不要干啊 因为为什么 当地都是支持你俄罗斯的人 而且都是俄罗斯 讲俄罗斯语的人大多数 讲俄罗斯语的人不一定是俄罗斯的族人 不一定有很多是格塞克人 那你 你什么 你要放弃同志逃跑 是阿富汗事件重演 不可能嘛 对不对 这个一个阿富汗就已经把拜登搞得 这个快要 快要这个活不下去了 你普丁怎么会这么笨呢 不可能嘛 所以他一定就现有的占领区域 双方面去做停火协议 然后各策 这比较像国共停火谈判 这是先不打 其他的事情 我们慢慢先不打 种田的种田 做工的做工 就这么简单 挖矿的挖矿 是这样子啊 不过这个当然 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式的停火的话 对于整个乌克兰未来的重建 恐怕会是一个很漫长遥远的路 其实乌克兰没有那么复杂啦 为什么说 他虽然现在有 据纽约时报报导说 有200万的难民已经流入波兰 然后其中有100万是 好像是18岁以下的嘛 那其实 波兰本来就是 西乌克兰地区的 殖民的宗祖国 那你不收谁收 这些人以前就是相信你 所以跟着你去信天主教 那以前是接受你的统治 所以有一部分的人 因为当时纳粹德国要推翻波兰 就在乌克兰地区搞那种纳粹团体 来跟波兰斗争嘛 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 这些人逃到那边去 他一定要收留 可是乌克兰也很穷啊 谁出钱呢 那有啦 现在有三个金主出现啊 一个叫法国 一个叫德国 一个叫中国 他们开完会不是 你注意到 他们三个领导有达成共识 我们要共同来处理 人道主义的灾难 这什么意思 谁的要出钱啦 救助这些难民 不只难民 还有重建 重建 那你全世界你要知道吗 营造团队 人数最多的 营造机器最多的 国家是哪一个国家 就中国 你说未来乌克兰的重建 中国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一定的啊 一定的 就是法国德国 就是简单意思讲 哎呀我过去 说你新疆种族媚姐 I'm sorry啦 我以前 杯葛你新疆棉花啦 对不起啦 以前中欧协议 中欧协议把你摆在那边 不太理你啊 抱歉我现在非常需要啦 请你大人大量 是不是 这一局你也出点钱 大家把事情搞定 把这个整个欧洲情势安顿下来 如果是乌克兰情势不可收拾的话 美国还是在几万公里之外啊 英国还是在海岛外啊 他也脱欧了啊 那不就是你法国德国吗 法国德国为什么不去要求拜登说 哎呀你准备出钱 我们在处理人道质战 这场市区会议不是应该法国德国跟拜登开才对吗 开口要钱吗 丁丹奖是开口请你帮忙吗 问题美国是散火的人啊 美国是巴不得怎么样 巴不得火烧越大 因为美国的心目中是要把俄罗斯给弱化 那俄罗斯在这里面当然要花很多的钱嘛 要受制裁受到很大的损失嘛 但是我认为在这战争过程他还撑得下去 不是问题啦 不是问题 可是对美国来讲说 这一咖已经 以前被我打趴在地上 现在被我踹到脚下 现在又又这样战争又损失不少钱 他当然很开心啊 所以你看美国一直加码乱放谣言 讲一堆没有的 然后现在只有石油公司的很多的大股东 都是美国的这些基金啊财团啊 现在这些是能源股他们又赚翻了 对不对 所以就整个来讲 你说法国德国现在求助中国是理所当然嘛 因为他至少 因为美国跟普廷讲不上话了嘛 已经撕破脸了嘛 你找他们两个撕破脸来做核四老 你们至少麻烦吗 对那你找中国对不对 至少你现在是看起来像弥勒佛一样嘛 这个是不是 请你跟普廷讲一下 我们法国德国已经跟普廷说破嘴了 他们总是怀疑我们两个国家有猫蜜 也真的有猫蜜啊 你还供应武器给乌克兰 他怎么他怎么会跟你谈这些事情吗 那中国两手一手 因为中国跟乌克兰人也很好 你知道中国在提倡一带一路的 最先响应的是谁 乌克兰 所以有这层关系 你看到中国到目前为止还坚持什么 一坚持各国这个领土主权完整 就讲给乌克兰听的嘛 说我来这样核四老的话 如果你不答应割浪领土 我也不会强迫你啦 对不对 也不会谈这个问题啦 再来 我讲说 那各国对于安全的需求 也必须要兼顾 讲给谁听 讲给普廷听嘛 普廷心里面觉得 你至少还站在我这边嘛 那你也没有制裁我 在海中后门 我前门已经被封了 你从后门供应我东西 所以这种讲话普廷 总是比较能接受嘛 那是习近平跟普廷讲说 老兄弟啊 这一招够了啦 差不多了啦 你已经把人家打趴在地上了 这样可以了啦 你本来原来就没有意思 要把他魅亡嘛 那现在就是你保障 你自己讲俄罗斯语的人的权利 那如果乌克兰同意 让他们高度自治 反正要让顿巴斯变成一个 比香港还香港的地方 那也差不多了啦 是不是麻烦你松个手 我想普廷会让步的哦 会吗 会会 我认为会让步的 一看谁讲嘛 同一句话不同的人来拜托 同一个条件不同的人拜托 如果是这个 肖之来拜托 他一定目目相似 你不是送武器到乌克兰去吗 话都讲不下去了嘛 所以这个习近平 要求他让步 他大概会让步 我的判断 很多国际上都是这种感觉的在运作的 因为你简单讲你普廷对这个习近平所提的要求让步 他在俄罗斯境内不会有挑战 但是如果你对这个德国法国让步 俄罗斯的反对派已经抓着你修理嘛 对不对 这个很正常嘛 你干嘛打个老半天对那两个俗辣让步 你俄罗斯人不能把这个习近平当手辣对不对 他就有一个下台阶嘛 每个国家的国内都有银牌 对都有都有银牌嘛 那习近平在这一局里面 反正中国在演的一个那种无辜啊好邻居啊 中立到现在啊对对对 你们两边有什么需要我帮忙我尽量帮忙啊 他也在帮忙乌克兰也帮忙俄罗斯 但武器除外啊 虽然我们台湾说印了二十几顿去给乌克兰 有没有啊 然后中国就是乌克兰你缺什么 你开口就有吧 啊除了武器以外啊 拥兵以外啊其他都可以啊